案760是本國籍的30多歲的女性 本國籍的這個機師 因工作在12月12號前往美國 在12月16號返台 個案入境後 到公司宿舍做居家檢疫 同日出現 咳嗽、流鼻水、全身痠痛、發燒症狀 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今天確診 前4天也有待在台灣 所以他的可能的感染源的部分 當然也不排除是在台灣這邊 機率可能會比較低 那我們今天有兩例的境外一路的COVID-19的病例都是從美國入境 在案760是本國籍的30多歲的女性 那這一位是 我們的國籍的 本國籍的這個機師 因工作在12月12號 前往美國 在12月16號返台 個案入境後 到公司宿舍 做居家檢疫 同日出現 咳嗽、流鼻水、全身痠痛、發燒症狀 那有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 今天確診 那經調查這個案 760 同行前往美國的同事中 有一人在 航程途中曾出現咳嗽的症狀 且未佩戴口罩 那其餘同行者皆有佩戴口罩 那衛生單位目前 已經初步匡列9名接觸者 那都是個案的同行的同事 那我們會進一步的安排採檢跟疫調 那這個部分大概是 我們目前是 先是懷疑他的可能感染 但是有可能是這位 這位同事 那這位同事目前知道是 另外一個外籍的機師 所以我們會針對這個部分 當然再繼續疫調 那另外 因為他在台灣 台灣也有待 前4天也有待在台灣 所以他的可能的 感染源的部分 當然也不排除是在台灣這邊 這機率可能會比較低 所以他可能感染源就第一個是 在台灣前4天 還沒出去美國這 這一塊 還有再去美國這個航程 他在美國當地也有可能被感染 所以在美國當地這部分就沒辦法追 但是在台灣或是說在這個 他同行的這個 同事的部分我們是會再繼續追 所以目前匡列出來先匡列出來大概就是 他這個同行接觸的同事 另外還有 他在這個 去美國之前的 其他在台灣的一個接觸的可能的對象 我們也會列這個 在列他們可能的接觸者 進行這個匡列然後做採檢 去美國 美國 在台灣的偶像 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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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